花蓮市圣王堂10日上午捐赠49份的中原普渡物资给花蓮市工作 那么市长魏嘉显呢是除了到场来赠送这个感谢状 也表示圣王堂已经连续4年将这个普渡物资 透过花蓮市工作的社福工艺整合平台来转赠给若氏 感谢这个信众大德的善举 而这些物资会进入到食物银行 让若氏者登记领取 一份份物资从货车上陆续卸货 这些是花蓮市圣王堂所带来的爱心 10日上午在花蓮县议员魏嘉燕的引荐下 转赠给花蓮市食物银行 希望透过公所平台将这49份中原普渡物资 送给有需要的若氏家庭 当我们知道我们花蓮文青市长 他要举办这个食物银行 所以我们圣王堂就决定把这一次的普渡公平 由所有的善性大德捐出 来捐给这食物银行 让在这疫情比较严困之下 让大家可以来索取 也同时可以发扬我们广泽尊王 行善助人的一个心意 其实很感谢黄堂主长久以来一直对花蓮市的弱势团体 都有在关心 那这次也联络了家燕已经好几年了 连续持续这样 刚才黄堂主有说四年了 那可能还有平常的时候 在过年然后一些三姐都在发明 持续帮助这些花蓮市的弱势 那未来也希望说 大家可以帮忙多宣传食物银行 让食物银行更广为人知 市长维佳贤除了感谢宫庙及信众的爱心 也特别颁证感谢壮 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有这么多的一些善心大的 愿意把这样子好的东西 来捐给食物银行 那未来我们会在食物银行开幕之后 那会让更多有需要的民众 都能够来直接领取 那现在虽然在事与运阶段 我们还是有开放给一般需要的民众 来做相关的领取 那未来我们把物资统合完毕之后 会针对需要的团体 个人来做一些直接上面的帮助 市长魏嘉贤也呼吁花蓮乡亲 在身边如果有发现生活陷困 需要关心的个案时 请直接联络市公所社劳客 或当地里长 大家一同携手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记者许丽琴 花蓮市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